张哲瀚现在很红知名度 人气丝毫不输现在的陈丽农这些人 前不久刚从活动上下来的张哲瀚在机场现身了 看着他的穿着打扮这是要去打球吗 不过他整个活力满满的气质 的确合居静音很有CP感 来看一下当时张哲瀚戴着压车帽 穿了白色短袖也就算了 外面还套了一件球衣裤子也是运动裤 感觉张哲瀚的这个样子像是要去打球的一样 典型的一个运动男孩非常有活力 我们的张哲瀚虽然是91年的 在年纪上都已经是奔三了 但是从形象上看一点都不像 这身衣服穿着加上背着双肩包 感觉真的像个高中生的样子特别有朝气呢 所以虽然张哲瀚到了中年游腻的年纪 但是完全没有中年游腻的样子 他一直很喜欢这种活力满满的运动风打扮 像这一身白色的短袖搭配大裤衩 看着多有少年感啊 即便是张哲瀚穿上白色的衬衫 我们也觉得他穿出了一种运动感 这么有朝气蓬勃的少年 一看就精气神满满很有阳光和青春的那种气质 说到这里小编觉得单单看气质的话 他和居静衣的CP感的确是狠毒的 前几天在机场碰见居静衣了 虽然穿着黑色的连衣裙 但是我们看他还是比较有活力的 也有一种运动女生的气质 从一品外号上看 两人真的很般配 接着看这个打扮的居静衣 要是说上面张哲瀚的打扮像是去打球的话 居静衣的这身打扮像是去练街舞 看起来真的好有运动气息 两个人身上都非常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 你看平时他们在生活中的照片 穿搭系列完全是在一个调性上的 看来真的很默契 难怪我们在剧中看他们也是非常协调的 希望他们能够合作更多的作品吗